他叫陈女友能漂亮 他前陈女友的话就是晚上的时候漂亮 人生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就是能边赚钱边环游世界 还能不停地吃瓜 小生不才 这就是我干过的工作 上个视频我不是说想辞职了吗 仔细回顾了下我的过往人生 我这个视频播度不仅上过班 从事过的职业还很特别 什么DJ 还有练习师 但还没等我练习起来呢 因为一口罩 公司就 医院学院的市长翻译 菲律宾语言学校的学长经理 但言归正正满足了三个条件的工作 海乘当之无愧 今天也是边准备上班边唠嗑的一期视频 简单解释 飞机上有空姐 邮轮上呢就会有海姐 也就是海乘 我当时看到了海外一个播主 分享自己的邮轮生活 咱看到的就是两个字 心动 我当时在菲律宾就果断回国 考了这些证 这个海员证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当作护照用了 我们拿的这个 公益钢地的每签都差不多 全世界各地走 只需要这一张 只需要这一张签证 然后去了趟英国培训拿到了这个证书 就被派遣到了意大利的船去工作 我还挺怀念当时的伦敦生活的 反正我的旅游及吃瓜一体的海上工作 就这么正式起航了 这个是真正的做法和下海 我给大家浅浅地介绍一下海上的功夫 海上的等级是很分明的 分为crew, staff, and manager 我呢也不差 不当出头鸟也不是钓尾 刚好考在中军 crew的话呢是两班岛 像我们士大夫只需要百天上班 一周还有一天半的day off 这个时间大家就可以出去玩 但每天工作十个小时 大家都知道游龙真的很大 什么游乐设施都有 所以有各个行业 各种工作 我的工作呢 嗯本来是beautician 但是因为当时是韩国客人 会韩语的人整条船上就三四个 所以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翻译翻译翻译 大家醒醒 刮来了 90%以上的传言都是外籍 因为我自带语言buff 所以跟很多外国同事结婚成了一片 当时摄影部门的经理 他是菲律宾人 他叫David 珍常跟我们在员工酒吧闲聊 由于他就愁眉不连的 我就问他 What happened 他就问我们说 如果前女友和前前女友 和自己在同一艘船上 并且都向自己示好 他该怎么选择 既然他就这么问了 我说小孩子才做选择题 大人我 我这是被网友们带坏了 他们的哪些方面吸引你 他说前女友能漂亮 他的前前女友的话 就是晚上的时候漂亮 我很和谐 那你生活的占比中 白天更重要 还是晚上更重要 然后他就说一晚 然后我们几个就 相互对视 默默的微笑点了点头 但最后他发现他 白天跟B出去约会 晚上见A 谁能想到这是一道多选题 上次没电了 我又放了一下 事情到这里不是最离谱的 过了一周之后 他又愁眉苦力 他说他远在菲律宾玛尼亚的老婆 叫他多寄点钱 要送两个孩子去国际学校 本来这群群羊群被罢 我都没有履过来 后来得知呢 他这个老婆也是有男朋友的 但是当他下船回家的时候 他是好爸爸 对方是好妻子 毕竟由于他工作的特殊性 他们分开的时间很久 这份工作真的是主打一个吃瓜 当然上面还有各种行行 骰骰的人 各种抓嘛 我是在韩国的Jelia 下期准备上班的时候 再讲讲哪一个国 哎呀 辛苦的打工人呀 还有这个我上班领取工资的OceanPay 赚的很少 一个月六千 因为国外赚的都是小费 但我们船上的却是亚洲人 不给小碎 想赚钱的人 不要去亚洲航线 你幸运去到欧美航线的话 小费是你工资的好几倍